中国家长应该算是最爱孩子的那个家长群体了 最近呢我带了好多的家庭探访吉隆坡的各大国际学校 我有时候要搞一个好大的车 原因呢就是我发现孩子的祖辈也会过来探校 奶奶爷爷或者姥姥姥爷全家都是帮着孩子在选学校 今天呢接待的是来自北京的家庭 孩子爷爷呢也是跟着探校 那个爷爷问我这里都是全英文讲课吗 当我说是的时候能感觉到他好像担心孩子是否能跟得上 每参观到一处老爷子都是仔细的看 孩子妈妈和我说还得去办第二家园 爷爷也会跟过来生活会过来照顾孙子 我最大的感触呢就是这些家庭 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全家扭成一股绳 父母负责赚钱祖辈负责照顾孩子 孩子呢要努力学习 这么折腾值得吗 也许有人会说国家不能学啊 我只想说他们整个家族在努力 只为了给孩子一个捷径 未来的教育好坏拼的不只是孩子一个人了 拼的是家长的认知差和适合孩子的规划 单靠一代人努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